燕子不断在辣椒田中穿梭着,不过却没找到几个辣椒,不过好在最后还是在燕子的不懈努力之下,竹框也是被装满了。 只是这才准备离开,背后的阿宝突然哭闹起来了,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? 燕子在辣椒田中穿梭了许久,阳光洒在他身上,汗水浸湿了他的衣衫,但这也不妨碍他摘到许多的小辣椒。 也是再一次地将手中的波脊装满了,专程跑回来送到竹框之中。 摘回来的小辣椒,如同璀璨的宝石般被他倒入竹框中,一下子就填满了大半框。 但这还远远不足以将竹框装满,所以燕子顾不得休息,转身又钻进了辣椒田中。 颜色鲜艳的小辣椒,在这草丛上随风摇晃,像是正在燃烧的火苗一样, 给这片田野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。 然而燕子并不在乎这些美景,他一心只想着加快自己的进度, 去采摘更多的小辣椒,好赶快带到市场上摆卖。 但随着燕子的不断采摘,这辣椒田中的小辣椒越来越少,变得越来越难以寻找,搜寻了半天都不一定能找到几个。 不过,好在手中的波及早就快被装满了,现在也只是顺路,再摘一些来锦上添花而已。 最后也是实在找不到更多的小辣椒了,燕子便抱着满满一波及的小辣椒回来了。 这次带回来的小辣椒也是刚好将竹框装满了。 燕子看着满满的竹框,非常的满意,眼里满是收获的喜悦,他搁上波及准备离开了。 而这还没走多远呢,背后的阿宝突然开始哭闹了起来,则也不得不停下来,看看阿宝到底怎么了。 他轻轻放下阿宝,也是一下就知道了原因,原来是阿宝又饿了。 燕子也没犹豫,直接抱着阿宝开始喂奶了。 随后过去了很久之后,阿宝终于吃饱喝足了。 燕子看着自家的大胖小子,眼里满满的都是溺爱,而阿宝虽然什么都不知道,但还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 后续如何,关注我,下期更精彩。